莫文慧這日出席手錶活動 原來她也有不少珍藏 應該是我小時候第一次收到一隻錶 就是拿婆婆給我的 是她年輕時帶的古董錶 港鐵好流行的錶面很小 像斗鈴一樣很小 她就送了給我 那隻錶一直保持著 但已經不走 老公知道她有很多手錶 所以送禮都不會送錶 現在有個慣性 就是每年會送一隻戒指令 這樣就挺好 到時沒有了 帶到整隻手錶都帶了 我的手錶很長 所以可以帶很多隻 這一年Karen都會忙著跑巡場 還一直做到年尾 老公有沒有詐型 已經block了明年整年給她 是這樣的 所以她也不會再詐型 因為知道明年整年給她 就補數了 還沒計劃好究竟想做什麼 但又知道不想跑到太累了 因為大家平日做事已經跑來跑去 但你們坐在家裡這樣 當然是很忙 所以未知 但是找個平衡 那就有整年時間給你們做人 不會啦 當然不會這樣 辛苦自己 因為我們還有很多地方想去 尤其是去一些大家 都沒有去過的地方 一起去感想一些新鮮的市民 是很有意義 好的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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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